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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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就花旗银行的债务来说 其实是高于整个美国他们整个银行业的一个水准的 那么这次花旗银行有这点动作去解决一部分它的债务问题的话 相对来说对于它的一个整个一个收益是增长也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在整个一个美国现在银行业的一个整个一个经济的环境下 其实对于它的一个销售以及它在股市上的交易这种收益 它还是增长是比较缓慢的 那么在这一情况下它在花旗银行我相信在美国市场来说 这一块它还是有出损失 但是它作为一个全球企业 那么它的个人信用个人银行 以及它的投资银行在亚洲市场在北美市场都有比较好的收益 所以说这整个一个情况也就支持了一个花旗银行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业绩的表现 没错 看到花旗今个季度已经是连续第六个季度 即是有钱赚 有盈利的了 对 表现都不错 另外看回其实很多人都在说 其实现在在美国本土的一些银行 其实要进一步再开拓一些热武或者客源 其实已经是非常困难 因为已经是相当饱和 但是另一个任务就是要维持现在原有的客户 就是继续留他们在这 这一方面其实也都要有多点功夫 对 因为在美国现在整个一个经济比较疲软的情况下 它处于一个饱和状态 而且就是不容易开展它的业务 那么新兴市场包括其他一些周围一些国家的企业 它的一个环境就会对于银行的一个企业带来比较好的一个推幅作用 那斯文记得之前花旗就有这个合股 十合一的方案出出来 变成了股价调到上去三十几 四十几元 那么其实花旗之前也都在这个金融海市里面 亏损到几多 其实一路这样慢慢去复原回来的时候 其实你觉得短期或者未来花旗的前景你自己觉得会是怎么样 还是如果整个一个短期来说应该还会比较好 但是因为这一次的花旗银行主要的一个上涨还是主要是 它把它一个债务问题 一部分的债务问题解决了 但是它并没有增加它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增长点 它的经济增长点还不是很明显 所以说就长期来说这个解决债务问题使得自己一个利润上升 并不是一个长久的一个办法 如果它不能有新的增长点 或者说它没有找出新的地方可以赚钱的话 就长期来说还是花旗银行还会回落到现在的状态 大家留意着今天花旗方面股价的走势 除了花旗今早公布了月职之外 换具生产商美泰换具Mattel也公布了他们的业绩 第二季赚了8,050万美元 每股日赚23美先好过市场预期的16美先 相比去年同期 去年同期能够赚14美先 Mattel方面出来都挺好的 Simon Mattel这样其实让人挺惊讶 但是其实可以有点预见 因为作为玩具生产商 它是整个一个流行是很有关系的 特别Mattel它有几个拳头产品 就包括Bobby 包括Hotwell 这都是比较热名的一个玩具 然后再加上前就是6月份 这个Cars 2 汽车总动员这个电影上映之后 它所带动的它的一个玩具销售 也是很强劲的 那么这什么Mattel 那么高的一个业绩 主要也就是一个Bobby它的销售 以及Cars 2 就是它相对应的一些产品 整个一个就是把美胎的一个利润 就是提升了很多 那么再加上一个国际一个环境 它在其他国家的销售呢 所以说整个一个美胎的表现 是比较令人理想的 没错 不过也都看到就说其实在这个玩具生产行业 里面的竞争都挺大的 看到Mattel的那个 profit的margin 其实都慢慢减少 变成真的要可能卖很多 生产很多卖很多才卖到盘 变成大家留意着这方面的发展 看过一些企业的业势之后 不如看看经济数据方面 今天早上美国公布了 就是6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CPI 出来的数字 总体数字跌0.2% 上月份升了0.2% 核心数字方面 就是扣除能源食品等等波动项目之后 的数字就跌了升了0.3% 变成这个数字 Steven 其实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呢 这个数字它降低 降低 主要就是6月份的降低 就是汽油的价格 汽油价格有一个很 在5月6月份 5月和6月份的时候 美国能源 就是能源署放出那么多汽油的话 肯定会打低它的一个价格 再加上美国6月份 是个汽油消费量 又是特别大的情况下 那么在一个低价格 大消费的情况下 那么整个消费指数 就是说也就会下降 也就是这是挺正常的一个现象 但是除了能源 除了汽车之外 其他几部分 还是由于整个一个环境的问题 它的包括石油 包括食品的这些价格 还是在上涨 所以说整个上涨趋势是不变 是我们应该考虑到 应该上涨趋势是不变的 但是因为有下降 就是前面段时间 突然出来这个消息 是的一个汽油价格 看到这个能源价格 在这个6月份 就下跌了4.4% 是08年12月以来 最大的一个跌幅 相信都是跟之前 他们都是动用了这个石油储备 有关系的 令某一些石油的产品 价格下降了 相信这个都有关 但是可能 这个都比较是一个短期的因素 对 因为在一旦这点放出额外的石油消耗掉之后 那么它的整个一个石油价格 还会根据工求的关系 回复到一个以前的状态 那么这个CPI的数据 可能还会有所变化 没错 再来看看 今天早上公布了 就是美国7月份的 纽约州制造业指数 出来的数字 是上升了 不过仍然在负数的范围 负3.8%就升了4% 市场预期 原本去到5% 上一次 大约6月份的时候 就是7.8% 其实Steven仍然都维持在负数 你见到 似乎在纽约州附近的一些制造业 似乎仍然都比较是 不是那么好景 对 美国整个制造业 就是还是呈现一个比较疲软 也就是符合了现在美国整个环境的情况 那么虽然这好处就是说 它毕竟还有一个上涨 那么虽然说 产人处于在一个富足状态下 但是它有一个上涨趋势 还是我们所喜欢看见的 那么对于 再加上这是一个比较前期的一个数据 那么对于在下半个月 我放出的其他一些州的一个经济数据 也是一个预期 也是一个分享标吧 是的 那么看一下 未来的制造业方面的情况 会不会有些改善 还有可不可以回到正数的范围 那么看过这么多的指数 还有业绩之后看看今早上美股的未来指数的情况 南三大指数今早都有些上升 道指方面升价是34点 标普方面升价3点 纳指方面升价是11点 那么看到大家似乎今天的情绪都挺乐观 我相信其实都跟一些企业的业绩有关 除了今早出来这个花旗和美泰的业绩都挺好 之后昨晚这个Google和谷歌出来的业绩都挺好 变了其实大家的情绪都真的不错 其实今天几个今天焦点的股票 大家留意着 包括了刚才说的这个Google 昨天出来的业绩是非常漂亮的 今天相信股价也有点坠捧 另外花旗大家今天都要留意着 业绩也挺好 还有相关一些银行的板块 其实大家今天都要留意着 除了花旗之外 看起来美泰今早的股价也有点变动 以16.7.9元之前在做 跌了也有2.4元 看看美泰方面今天的变快是怎样 Steven 说到这里不如休息一会去广告 回来跟大家看看美国方面 债务问题最新的准备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